全村送行老水牛 陆南村是一个不大的小村庄 这一天小村庄里特别热闹 村子里的很多人都准备了各式各样的礼物 来到村子老吴的家里 请问你们这事要去做什么呀 今天我们村的老吴要嫁女儿 我们这是去送礼物的 原来是这样啊 嫁女儿可是一件大喜事啊 难怪你们村子里的人都去道喜呢 老吴 我带了一些汤圆 特地来给他送行 真是 太谢谢你们大家了 啊 他就是老吴 看上去好像有八十多岁了 他嫁女儿 那他女儿多大了 等一下 老吴的女儿就出来了 你们看看就知道了 啊 你们所说老吴的女儿 不会是这头大水牛 这头水牛他看上去年纪也不小了 没错 老吴一直将这头水牛当成自己的孩子 所以我们都说他今天要嫁女儿的 这头水牛 今天真是受到了贵宾般的待遇啊 是啊 这头水牛究竟做过了什么 让你们村子里的人都这么喜欢他呢 这是我们村子里最后一头水牛了 虽然他是老吴家的 可是村子里谁家需要帮忙 老吴和这头水牛总是会出现 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呐 收获的稻子可真不少啊 是啊 老吴 你这是去哪里呀 我刚去帮我们村里的王老太太 把她田里的稻子运回家 王老太太她孤儿寡母的 生活很辛苦的 能帮忙就尽量帮忙的 老吴 你心肠可真好啊 你的这头水牛也跟你一样 也是个热心肠 真是有什么样的主人 就有什么样的牛啊 哪里哪里 大家都是相亲的 能帮上忙的 自然要帮一下啊 你家的稻子怎么还没运回去呢 别提了 我让我儿子回家推车来载 谁知道他一去就是大半天 那小子肯定又在拖篮跑去玩了 那不用等他了 让我的牛车帮你载回去吧 那怎么行啊 你们刚给王老太太运完稻子 水牛一定很累了 还是回去休息一下吧 老伙计 我们帮忙把这些水道运回去 再休息 好吗 你看 他说没问题呢 老吴 你的牛还能听懂人话啊 当然了 他很通人性的 我说什么 他都听得懂 他只是不会说罢了 大水牛啊 每年稻子收成的时候 你都帮我们家运稻子 我也没什么可感谢你的 这些青草是我刚刚割回来的 很新鲜的 你就多吃一点吧 老水牛 我从小就和你在一起玩 听说你也曾经照顾过我 现在鸟走了 我真的很舍不得啊 老公 不好了 我们的孩子不见了 啊 他跑哪里去了 儿子 你在哪里啊 阿胜 阿胜嫂 你们再找你们家的儿子吧 是啊 你看到他吗 你别太担心了 你儿子没事呢 他一个人跑到我田里玩呢 我怕你们担心 所以就来和你们说一声 原来这样啊 这个调皮的臭小子 吓死我们了 现在他不会一个人在那里吧 万一掉进水沟里 那要怎么办呢 你放心好了 他和我家的大水牛 正玩得不易乐乎呢 娘娘 吃吧 若是好吃 我再帮你多取一些来 哎呀 儿子 小心不要掉进去 你放心 大水牛是不会让他靠近水沟的 真没想到 你家的水牛还会照顾孩子 当然啦 他很通人性的 只是不会说话罢了 你们这是要将他送到哪里啊 这头水牛在我们村子里生活了将近二十五年了 现在他老了 干不了活了 而老吴的岁数也太大了 没有办法照顾他了 你们不会是准备将他送到屠宰场吧 我们怎么会这样做呢 老吴不会这样做 我们更不会答应 这头老水牛为我们工作了那么久 怎么能因为他老了不能干活了 就将他送到屠宰场呢 对不起 对不起 因为我见过很多牛妈老了 不能干活了 便会被主人卖掉进行屠宰 那样做的人太没良心了 我们是不会那样做的 老吴他联系了一个农场 让大水牛在那里养老 他辛苦了一辈子也该想想轻浮了 老伙计 老伙计 那个农场我去看过 环境很不错的 非常适合养老 老伙计 谢谢你这么多年陪在我身边 你们看 老水牛哭了 我说过的 他听得懂我的话的 只是不会说话罢了 老伙计啊 到了新家一定要听话 那里有许多人会陪你的 你在那里吃好 住好 咱也不用到田里拼老命了 老伙计 我会经常去看你的 我这个老伙计 他听得懂人话 只是不会说罢了 嗯 真是太感人了 人和动物 如果都能如此和谐的生活 那该多好啊 是啊 老吴说的没错 动物都是有灵性的 和他们相处久了 他们是能听懂人话的 只是他们不会说话罢了 老伙计 我来看你啦 哈哈哈哈